这回闹大了 成都地铁打人情侣身份被帮 知情人爆料更多细节 这是11月7号 发生在成都地铁三号线的一幕 一对情侣不停用言语辱骂林做女子 其一好像是因为黑衣女子 做到了绿衣女子的衣服 然而随即发生口角 黑衣女子用四川话进行挑衅 大致意思是 我就做你衣服了 怎么样 而她的男同伴就厉害了 不断用恶毒的语言进行辱骂 起初女生并没有理会 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黑衣女子也许是觉得有男友撑腰 一脸的得意 还故意往绿衣女子身上坐 也正是这个举动 彻底惹恼了绿衣女子 她用手机打了黑衣女子的头部一下 但很快对方就进行了反击 也对着她的面部狠狠击打了一下 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受到伤害 该男子蹭的从座位上站起来 对着绿衣女子就是两耳光 随后又抓起绿衣女子的头发 用膝盖猛击其面部 嘴里振振有词 你打谁呢 眼看绿衣女子被打敌毫无还手之力 一旁背包的大哥瞬间冲了上去 他一把将打人男子隔开 这时安全员也赶了过来 对双方进行劝说 本以为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没想到绿衣女子倒站下车后 这对情侣仍不依不饶 追下车进行理论 还抓着人家的行李箱不放 随后又发生争执 该事件被上传到网上后迅速引发热议 成都警方也非常重视 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 并于1月8号中午发布情况通报 打人男子姓李 41岁 同行女子姓刘 29岁 被打的女子姓赵 22岁 目前已将打人者李某行政拘留13日 并处罚金800元 刘某和赵某带伤情鉴定后再做处罚 很快 当时出来拉架的大哥就在评论区 说明了事发的全过程 他说当时他带着老婆孩子坐地铁去动物园 刚开始这对情侣是坐在绿衣女子的对面 后来绿衣女子身旁有了一个空位后 两人就挪了过去 落座的时候 黑衣女子碰到了绿衣女子 对方就提醒了一句 黑衣女就开始进行争论 很快男的也加入了战斗 并且张口就是问候对方母亲的话 非常的难听 他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前拉架 后来到战后他就下车了 没想到绿衣女子又遭到了报道 由于这对情侣的性质太过恶劣 很快就有人扒出了黑衣女子的身份 知情人称 这个黑衣女子是成都某知名大型教培机构的舞蹈老师 私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还知三当三 而且这个打人的男子就是他的出轨对象 如果爆料属实的话 那只能说这一对真是活该被网爆 本来是一件非常小的事 不小心做到别人衣服了 对方提醒后说句不好意思能怎么着 非得争个高低 整个事件最过分的就是这个打人男子 在最开始争吵的时候 你就应该及时出面制止 这才是平息事件最好的方式 结果倒好 你骂得比谁都起劲 一口一句侮辱人的话 还动手打人 看把你给能耐的 这下好了 进去好好反省反省吧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评论区畅所预言 我们下期再见